中国书画领域人才积极,官方机构很多,当代不少书画,大家都在相关单位任职,他们的才艺能力虽然被业内熟知,普通老百姓却很少有人了解,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的。 以公允的态度,不计较身份,不计较地位,让每位有才艺的人士都能被世人熟知。 中央美术学院,是我国官方的重点美术机构,现任院长范迪安的书法,还很少有人见过吧? 范迪安,1955年生于福建,教授,2014年9月22日起,范迪安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。 范迪安对书法的见解很深刻,书法是一个生命耗能过程,始终将生命的印记落在笔端。 他在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及书法卷中,对于书法界重要的活动和当代书法家的作品,以及创作现象做深入的剖析与研究。 范迪安十分推崇王东宁的书法,文从沈梦了解,称奇,也莫完全被精神化,精神从具体的书写中抽象出来。 他们带来的视觉体验,已经不是观看,而是体验到了一种情境,一种情怀。 作为书法家的范迪安,他的作品古朴,而浑厚的魅力令人倾倒,笔法流畅,囚禁有力。 在范迪安看来,书法创作既是一种创作行为,更是一种修身养性指导,他的创作既是对自己艺术理论的实际,又是对内心精神的陶价,他不图名利,只为一种精神的追求,同时对自己所研究的理论做一些实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